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影团 欢迎收看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2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模范个人的决定 352个模范集体 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 在欢派的乐情声中 习近平党对受表彰的模范个人 和模范集体代表翻箱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 鲜明提出 把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 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 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 共同当家做主人 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 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 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 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实践证明 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指出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 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强调 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深化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 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宗教观 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 习近平指出 要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 要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 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习近平指出 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意识日程 在全社会营造 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 进入焦点对话 央行此前预告的降准降息 靴子落地 今天一早央行发布公告 自今天开始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本次下调之后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 约为6.6% 央行还宣布公开市场 七天经济回购操作的利率 由此前的1.7% 调整为1.5% 降幅为20个基点 这也是七天经济回购操作利率 明确为央行政策利率之后 年内第二次调降 此轮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整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度 都传递出来的支持经济稳定增长 提振市场信心的强力有力的信号 自本周二发出预告 到今天官宣降准降息的消息 仅相隔两天 发布的时间则是在早上8点 相较于以往明显提前 除了同时公布降准降息 两大重要货币政策 于同一天执行 也是极少出现的集中安排 从力度来看 本次政策利率下调20个基点 幅度为近4年最大 今年以来 七天七逆回购操作利率 已累计下降30个基点 降准方面 此次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也是常规降准幅度的两倍 加上二月份的年内首次降准 两次降准 共降低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将向市场提供 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 央行表示 今年年内还将是市场流动性的状况 或择机进一步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0.25至0.5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央行宣布降准降息的前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度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时有力度的降息 好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首席 经济学家论坛的李氏少宇 少宇这个同一天降息降准 这在中国央行历史上 应该还是第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看这么一个力度 而且从幅度来看 50个基点和20个基点 好像也比较大 你觉得这个会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 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点 包括这样一个力度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还是经过一些 真正的一些精心的准备跟思考 你比方说 它是在美联储降息周期 第一次打开50个BP的这样一个降息空间 中国的汇率得到相应的稳定 所以这次的力度 包括降止降息的力度都非常大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能够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 去支持实际经济 包括我们的资本市场 我们也看到市场对此也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应 同时降息力度也能够传导到 比方说像房地产等等 这样一些贷款的资金的项目上去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降低资金成本的运行 对于更多的投资意愿的拉动的话 应该都会带来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助力 也就是对实体经济也好 资本市场也好的话 都会有更多的资金的一些供应 好 对你挑到了资本市场 的确政策加速落地 A股的反应立竿见影 今天三大股指继续集体收涨 全天成交突破了1.46万亿 上午9点半 户指跳空高开 开盘涨幅高达1.6% 交易量迅速放大 开盘半小时 两市成交量突破5000亿元 10点10分左右 上交所突然出现异常 户指和科创50指数 都划出了一条长直线 当时大家都报 报了当时没有成交 应该在我的投资和交易生涯里面 没有见过这种 突然荡击的这种状态 随后 上交所回复称 正就相关原因进行排查 在此期间 多位交易人士表示 无处可去的资金 持续做多创业版纸和股指期货 创业版纸涨幅多次刷新历史新高 最高触及约12%的涨幅 最终定格在10% 今天上午上交所系统出现异常后 整个市场因为情绪比较高涨 会有一部分投资人 因为买不到护士股票 转而去购买绅士股票 或者股指期货 所以整个股指期货的涨幅 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约一小时后 上交所系统恢复交易 护士成交量瞬间放大 分时K线继续如红的涨势 截止今天收盘 护士逼近3100点 涨幅2.89% 创业版纸收涨10% 深圳城市占上9500点 护士深三市超过5200支个股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 自9月24号以来 A股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上涨 其中上证指数分别受涨4.15% 1.16% 3.61%和2.89% 全市场成交额方面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了1万亿 A股在昨天成功收复了3000点大关 A股暴涨的同时 港股市场也延续强势 横指站稳了2万点大关 今天港股市场全天成交4337亿港元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在这样的背景下 海外机构也纷纷看好中国资本市场 摩根斯安利认为 中国护身300指数在短期内 很可能还有10%的上涨空间 高盛则表示 期待已久的中国股市复苏 可能已经到来 投资者想要参与其中 巩固股市回暖的势头 还需要活水不断地流入 为了打通社保保险 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痛点读点 中央金融办 中国证监会 昨天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将从三个方面着手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意见提出 要建设培育 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 鼓励具备条件的上市公司回购增持 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同时 大力发展全一类公务基金 支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稳健发展 引导基金公司 从规模导向 向投资者回报导向转变 努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 这些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将为基金公司发展 提供更加包容和便利的市场条件 和建管环境 为中长期投资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 意见还提出 要着力完善保险资金 养老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制度 建立健全中长期资金的 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 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 放开企业年金个人投资选择 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 积极参与资本市场 围绕险资入市 今天金融监管总局也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保险资金 运用的监管政策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 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更好的服务新智升产力发展 好 我们继续请出邵宇 邵宇这个政策纷纷不断 市场也是烈火朋友 本周A股的涨幅 是创效2008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州长幅 所以你怎么样看这个持续性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 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气氛 那么现在这个资金的话 其实可以说是跑步入场 也就是说这个流入出的非常的快 成交量迅速放大 那么它的这个持续性 大家也会比较关心一点 因为以前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如果奔跑得太匆忙跟太着急的话 那现在这些钱肯定说不上是耐心资本 更多的还是抢这样一个动能的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后续来看 第一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资金 是不是能够远不断的有更多的进入 当然这个资金更多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些资本 因为这个可能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稳定器 那么现在我看到大量 可能还是民间资本的这样一个涌入 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情绪也很好 流动性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充分 那么能不能得到公司业绩方面 就是来自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正的反馈 如果这个经济能够比较稳定 或者说这个公司业绩有所改善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叫的戴威斯双击 就是说流动性也好 然后这个基本面也OK 然后情绪也不错 那就可能会使动 这个行情的话 有可能会走得更加远 久远一点 更加持续一点 对我们都在关心这个耐心资本的问题 监管部门也非常的关心 保险资金 社保资金养老基金 他们是长钱 他们你觉得要 现在要打通他们入市的读点 你觉得这些长钱 对资本市场的稳定 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当然大家也关心 这些长钱入市之后 怎么样确保他的安全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是投资时间比较长 他能够比较长时间里头 获得一个稳定的回报 那我觉得他究竟怎么样能保证 他的盈利性跟安全性的话 我觉得还是在他挑选的这样一些特定的上市公司 或者说股票的标底 他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经济转型 也就是特别其中关键的 新资生产力的这样一些部分的这些企业 当然这些企业可能具有的特征 比方说可能有一个出海全球供应链的配置 以及中国的这个技术的创新 如果他们能够长期的拿到这样一些这个股票 或者上市公司 并且伴随着这些上市公司的不断的成长 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形成一个估值的一个中枢的稳定 包括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转型 因为大家说买股票嘛 就是买国运嘛 那这些公司能被他们挑选出来 并且在未来有长期的这样一个资本的回报 那对于投资者而言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 并且很持续的这样一些未来的这个前景所在 好 除了这个货币政策和股市以外呢 针对房地产市场 昨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释放出来极强的政策宽松信号 会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这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情 做出止跌回稳的明确指示 会议明确指出要回应群众关切 调整住房限购政策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同时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 提高质量 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 支持盘活存量悬置土地 抓紧完善土地 财税 金融等政策 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中央定调为房地产市场的运行 划出了政策底线 此前一段时间 一系列的重磅政策密集发布 也为楼市平稳发展注入了信心 本周二 央行宣布 将统一手套房和二套房的 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 由当前的25%下调到15% 此外 央行拟引导商业银行 将存量房贷利率 降至新发房贷款利率的附近 房地产融资方面 央行宣布将今年5月创设的 三千亿元保障性住房在贷款 中央银行资金的支持比例 由原来的60%提高到100% 增强对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政策利好接连释放 也激发了市场的活跃度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尽管总体数据依然呈下降趋势 但一些指标已呈现出边际收窄态势 具体来看 一至八月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6060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18% 降幅收窄0.6个百分点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3.6% 降幅收窄0.7个百分点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2.5% 降幅收窄0.7个百分点 好我们继续请出邵宇 邵宇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问题 可能并不能够避其功于一亿 但是我们看见这次会议明确提出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其稳 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你觉得它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对因为其实我都认为 就是这个地产稳 整个经济财稳 所以可能决策者也觉得 目前的这样一个 这个价格的调整 是递交到位的 因为我们看数据 大概一线城市 大概也都回测了 百分之30左右 那么二三四线城市 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么再往下走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样一个风险的触点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样一个喊话 这样一种市场的反应 可能觉得OK 现在可能要做一个脱底的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在引导预期方面的话 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作用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 在我们整个居民的财富构成的话 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大概也就10% 这个房子可能是重大决策 它60%到70% 所以在这块的话 可能我们还要观察更多的 因为这是一个大宗的购买的决定 那是不是现在的话 这个止跌 那就是会有一个 比较好建仓的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 大家知道这个资产 一般都是这个买涨不买跌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 相应的一些观察 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这个结论 那么大家现在目前 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看见了非常明确的货币政策 也看见了楼市更加清晰的表态 包括股市一些政策的不断的出台 现在比较模糊的就是 接下来的财政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细节 那么全市场都非常的关心 这方面你有什么预期 对因为其实大家 这个关于财政的这样一个 这个小作文应该是蛮多的 也就是说包括外媒的一些报道 那我们的理解就是 对经济学家的框架来说 它就几种 第一呢就是这个降税费 因为这个肥税收入涨得很快 那么能不能这个降税让利一部分出来 第二的话呢定向的做一些补助 因为困难的人群 包括这个失业或者下岗的人群的话呢 能不能加大一些这个支持的力度 包括上海不是又发了这个消费券 对吧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地方债务 也就是长期的国债 对地方债务的这个置换 或者支持方面 能不能有更明确的量级 或者是期限的支持 那如果这个招那应当说是大招了 那出来的话呢 可能就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能够发挥更好的合力去支持整个经济 以及这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运营 好 谢谢邵宇带来的分析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财政政策细节的出台 也希望这是一个超预期的财政政策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你先看到 石破帽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将接任首相四度陪跑 中夺魁被称为自民党内非主流的石破帽 会给日本内政外交带来怎样的财务 进入全球眼 今天下午决定下一任 日本首相人选的结果出炉 经过两轮的投票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帽 以21票的优势 击败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士早苗 当选了自民党的第28任总裁 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 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将会在本月底结束 那么按照惯例 石破帽将会接替岸田出任首相 胜选之后 石破帽表示 要让民众恢复对国家的信心 石破帽 石破帽现年67岁 这是他第五次竞选党首 日本媒体在25号的时候 发布的民调显示 石破帽 高士早苗与前环境大臣小泉靖次郎 领跑民调 呈现出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那么石破帽究竟是凭什么优势 最终拿下了选举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 由9名候选人正式报名参选 为历届最多 这也是石破帽第五次竞选自民党总裁 是他口中的最后一战 早年间 石破帽在银行工作 从正38年来 涉足农业 安全 地方振兴等多个领域 曾任自民党干事长 政策调查会长 防卫大臣 被外界称为政策通 自2008年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以来 支持石破帽的党内议员一直较少 由于其党内基础薄弱 被贴有党内在野党的标签 从政期间 石破帽经常批评 包括安倍晋三 岸田文雄等自民党高层 受到党内大佬的厌恶 但就在此次选举的前几天 为获得岸田等人的支持 石破帽的态度出现软化 他公开表示 如果胜选将会继续推行岸田的基本经济政策 甚至在昨晚 石破帽还拜见了麻生太郎 试图赢得他的支持 有分析认为 长期控制日本政权的自民党 自2000年以来 一直由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支流主导 此次在自民党派系中属于保守主流 立场相对更自由派的石破帽当选党首 被视为自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好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请到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 那么正在日本东京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 也将会一起参与讨论 我先要问到蔡主任 蔡主任 今年的自民党的总裁这个选举 你看刚开始是群雄并且 后来三足鼎立 那么屡败屡战的石破帽 这次最后是靠什么逆转胜的 我主要总结三点 第一点确实是自民党内的派伐政治 大为松动 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过去是其他派伐 因为自民党的各种丑闻 现在除了麻省太郎的麻省派 其他全部正式宣布解散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过去自民党总裁选举 为什么被人诟病 因为他完全是派伐政治 所以这次相对来讲 议员们有一定的自主权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所谓百足之中死而不僵 他还是有大脑在做一定的抉择 这个大脑的抉择在第二轮 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里面主要想说的 实际上是菅义伟打败了麻省太郎 因为麻省太郎是明确说 这是高市早明了 他说54票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轮 实际上石波茂票是 少于高市早明的 尤其是国会议员的票 远远少于高市早明 但是第二轮实际上是 是一个大逆转胜 多了21票 这刚才说了 第二点的坦率来说 就是今天的日本社会 甚至包括美国 实际上是不大能接受一个 非常过激言论的一个领导人的 石波茂虽然明确说 它是一个保守派 但它是一个稳健的保守派 那么相对来讲 就是说 我们把三个人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石波茂是稳健的保守派 高市早明是过激的保守派 或者叫激进的保守派 至于是小泉 它是空洞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相对来讲 大家选择一个稳健的 第三点 可能对女性不是很好 就是说明日本社会 还不能接受一个女性手下 换句话说 这是一天花板 就是女性的天花板 就是你还没办法大审 你可以做大审 但做不了首相 这是我的观察 谢谢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 推出石破茂 它也比较符合 自民党党内的一个利益 对 好 那么日本民众是怎么看 马上就要连线的是松看看了 松看看对于石破茂的 逆转胜出 这个结果 现在日本国内的 舆论的反应怎么样 是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日本媒体用了悲怨这个词 意思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实现了夕怨 石破茂自己也是把这一次第五次参选 作为她的最后一次来挑战 石破茂的夫人家子 在鸟曲县 他们的选举根据地的事务所里 看着直播 家子夫人很惊喜这样的一结果 因为她也没有想到 第一轮的第二名 在第二轮投票中可以逆风翻盘 今天我们做街头采访的时候也是 最受关注的前两位是 高市早苗和石破茂 但日本民众普遍的说法都是 虽然我们很喜欢石破茂 但她很难被选上 因为形象上可能有些吃亏 所以家子夫人就劝她戴上眼镜来改造形象 同为候选人的外务大臣 上川杨子在第二轮中投票给了石破茂 她认为石破茂在讨论会中 关于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 对国民讲述的都很真实 与她的理念相同 另外立线民主党新代表 野田嘉燕表示 已经准备好在国会与石破茂的论战 另外日本舆论也在复盘分析 小泉禁次郎和高市早苗落选的原因 好的 谢谢 宋看看从日本东京发来报道 稍后我们再继续连线 那么在担任这个防卫大臣期间 石破茂他曾经是被视为鹰派 这一次的竞选当中 他就推出了建设亚洲版北约的政策主张 因此石破茂出任日本首相之后 中日关系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 外界颇为关注 在对华政策方面 石破茂声称 日本同时推进威慑力和外交能力至关重要 他在自己的最新著作中也声称 要构建日方所谓的有效对华威慑力 此次选举前夕 石破茂曾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为选举造势 在竞选中 他还以所谓稳定地区局势为由 提倡建立亚洲版北约 此外 石破茂主张修改和平宪法 加强所谓防卫力量 对此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不过在对华问题上 石破茂也有着务实的一面 2020年 石破茂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强调 中日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重要性 还公开反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称这是日方一些人士夸大其词 今天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在谈及中方对石破茂当选 自民党总裁之后的中日关系 有何期待时 发言人林健表示 希望日本以史为鉴 推动中日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希望日方以史为鉴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共识 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 奉行积极理性的对华政策 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 落到实处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日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今后日本如何处理与美国 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外界认为石破茂仍然会推动 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继续加强与美国等盟友之间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 石破茂在竞选期间 主张应该对美国使用 驻日美军基地加强监督 还提出为推动日美地位走向平等 日本自卫队应在美国设立基地的想法 此外 石破茂对美方阻扰日起 收购美国钢铁巨头提出批评 有分析认为 石破茂或将寻求更加独立于 美国的外交政策 如何处理与同在东北亚的韩国 朝鲜的关系 对石破茂政权也很重要 此前 岸田政府经美方撮合 实现日韩关系破兵 重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 并就所谓加强韩美日合作 以应对朝鲜挑衅达成共识 不过 岸田促进日韩关系的做法 以激起国内保守派反弹 作为继任者的石破茂 仍将面临来自保守派的压力 而且 随着美国将于11月举行大选 日韩关系前景也将受到考验 至于对朝关系 此前岸田多次透露 访问朝鲜的意愿 寻求推动朝日关系正常化 屡次遭朝方质疑 对此 石破茂在竞选中表示 为解决朝鲜绑架问题 将探索新的外交对话机制 好 我们继续跟蔡主任来讨论 蔡主任 从这个石破茂的表态 以及做法来看的话 您认为中日关系 未来面临着哪些不确定性 最大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就是刚才节目中说的 因为它明确是支持 亚洲版的北约 实际上在那个2022年 修改过的安全保障战略里面 也提得很清楚 以这个深化日美同盟 为一个机轴 然后呢 加强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来强化安全的合作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目前推行的 这个针对中国的一个小多边的 这么一个体系 因为石破茂呢 它呢也不讳言 它讲得很清楚 就现在中国的力量呢 在不断地崛起 特别是军事量扩大 日本觉得以自己单个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制衡中国的 他感到害怕 所以他觉得应该联合更多的国家 再加上美国正好呢 在这边推行这样的政策 尤其是拜登政府 所以呢 他呢 日本觉得在这个里面 他应该就是说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他的亚洲版北约的一个背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非常要提出来 就是石破茂两次串访台湾 特别最近一次是上个月 八月份 那么说了很多一些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很不中听的话 那么相对来讲呢 未来他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 这个表述 以及他的一些言行 实际上还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因为现在来看就是 日本正路的台湾问题 已经越来越事无忌惮了 那么未来会到哪一步 我是觉得是值得关心 非常的值得关注的 这两个是那个第三点呢 简单谈一谈 就是关于那个经济安排问题 还是会大幅度的延续 这个岸田文雄的一个政策 对中国进行一些小院高墙 配合美国 主要是大概是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 你看你分析的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那我们接着马上就要分析的 就是石破帽当选之后 接下来跟美国关系会怎么样 可是我们注意到细节 在竞选期间 这个石破帽 它其实表现出了 对美国比较强硬的一面 所以要问到您 这个是选期需要呢 还是说石破帽 它真实的想法呢 我个人认为是真实的想法 因为实际上就是 真正的日本的保守派 它的内心对美国 是一种不顺从的 因为保守派里面 它有一个念之在之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日本实现完全的一个自主权 外交自主权 以及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自主权 那么这个自主权 最大的一个约束力量 实际上是美国 或者说日美安保同盟体系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因为今天看到的 日美同盟体系 它是一个非对称的体系 所谓的非对称是什么 就是日本把自己的国家安全 交给美国 但是它要牺牲部分的外交权 那么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自民党的保守派 一直是非常根根于怀的 所以他要讲出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他的底色 但是我也实事求是来说 以目前这种情况 它的一个结构性 以及共同对付中国 这么一个迫切性 实际上他恰恰反而是 他那个做了首相以后 会更加的就是说 延续现在这个政策 反而会更加的强化这一点 只是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和美国一起 就是这个遏制中国的过程中 能够无限制的 或者是进一步的 扩大日本的自主权 这个是他的 比较现实的一个政策考量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好 谢谢蔡主任分析 我们稍后再继续来讨论 那除了复杂的外交关系 作为新议任的自民党的总裁 以及首相的石破茂 还将会面对诸多 技首的内政难题 黑金丑闻爆发以来 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政治信任 急剧下降 分析认为 对于自民党新总裁而言 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 政治改革议程 增强政治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才能重拾国民信任 对于内政问题 经济最为重要 今年日本股市屡创历史新高 但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0.6% 在聚7国家中垫底 距离真正的经济振兴还很远 民生方面 日本民众抱怨物价上涨的 同时增税 而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 近期 日本还遭遇自1999年以来的 首次大米供应危机 随着米荒持续 哪里可以买到大米 以成为日本多地民众热议的话题 至于长期困扰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 也是新首相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好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 先要问到在东京的宋看看 宋看看前面你说到了 日本民众对于石破茂的当选 还是比较吃惊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民众的期待 据您的观察对于石破茂 在处理党派政治 包括国内问题的各个方面 民众有哪些期待 一是滥用政治资金的问题 是否能够杜绝 那么有问题的议员是否会被问责 日本民众就期待 不用为防卫增税担心 能够有稳定的生活 第二就是冲绳的民众 很关心美军基地的问题 期待石破茂能亲自去冲绳视察 了解当地民众的需求 第三 能登半岛今年G203的受灾 当地民众关心援助和灾后重建的问题 在选举后的记者会上 石破茂表示 相对经济问题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 为能登半岛准备应急的补助预算 在选举活动期间 石破茂曾表示 日本每年都会有地震灾害 或者大雨水患 所以应当增设防灾厅 来保护国民的生活 这个周末 石破茂要考虑自民党内的人士 安排很受媒体的关注 另外10月1号 经过国会认证后 石破茂内阁成员的布局 也是舆论期待的焦点 向旭 好的 谢谢孙看看带来的分析 要问到蔡主任 蔡主任你前面说了 你说石破茂它是一个 稳健的保守派 其实它是很多标签 比如说它既是党内的反对党 但同时它其实又是 比较稳健的保守派 如您所说 前面他说了 在经济方面 他一方面批评了安倍经济说 同时在最近他又说 他可能会延续 岸田的一些经济政策 那么此前他在担任过 农民水产大臣 和地方的创生大臣 那么就要问到您 是不是意味着石破茂 它提振日本经济方面 可能会比岸田政府更有一套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但又难以回答 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 包括刚才我们节目里看到的 就是日本民众最关心的 当然是经济名声的问题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相对来讲 他要给你一个稳健 他说我也会延续新的资本主义 意思就是发展与分配 进行一个平衡 但是我们注意到 今天东京的市场反应 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他提出要增加法轮税 所以市场担心 它会造成了一个财政紧缩 那么好不容易 日本现在有一点点 不能进入通货膨胀 现在不能进入通缩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点 第二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日元的汇率 从146一下子变成142 146是第一轮 就是高市出来是146 然后第二轮一看 是他大家一下子市场又反映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高市第一轮 高市优先的时候 它的这个东京日经济指数 是接近四万点 三万九千八百点左右 后来变成第二轮 一看是识破 一下子跌了将近两千点 达到了这个三万 都不足三万八千点 那这就说明 就是说市场其实有一点点震荡 但是的话 未来是说 就是说到底会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还要看 它这个一些具体的政策 因为它现在只是在说 唯一我认为比较落实的 就是说 它会增加一个防债大成 这么一个 这个是比较确实的 所以下一步就看它到底 就是阻隔 到底是由谁来 做这些厚生劳动 这方面的问题 以及农林水产 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要看它后来怎么做 现在它只是说 好吧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蔡主任 带来的分析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 为了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 国家医保局在今天表示 将会对定点的医药机构 相关人员实行驾照式的积分 这也意味着 医保的监管对象 将会从机构 向相关人员延伸 以上就是 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